海外网报道,海外网,这也不知道是谁 他要转到路透社6月14日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曝第二次被联邦法院起诉后 其团队已筹款了700万 然后很多人给他发邮件,给他寄钱 邮件写道,自从精神错乱的杰克史密斯 负责调查本案的检察官 宣布开启这场政治迫害以来 特朗普总统已筹得了超过660万 这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发给支持者的邮件 并且捐款还在继续增加 已经接近了700万了 超过400万是支持者们在线上捐的 应该都是小小额捐款 哇,越打压,这个支持者越支持 谢谢,看这个家伙